EMBA 類型 這是什麼類型的老闆呢 騎生哥 EMBA 類型的一般都被形容成為 講求數字 動不動就是拿數字來看 像講回來又回到電視台 電視台就是喜歡拿收視率來看嘛 也是很容易有 產生這種EMBA的老闆 還有的就是他的 他每次跟你要求的事情的時候 奇怪他還能夠說出一道 企業管理的道理出來 或是講到一些企業管理的理論出來 也有屬於這種 比較喜歡吊書袋的老闆 也都歸納在這個EMBA老闆當中 這種老闆Paul哥你有認識 其實這種很多耶 因為我們以前 經歷過的第一個 這個絕對是啊 伯克來了 對 第一個科技業的啦 第二個那種金融業 很奇怪每一個都是這種 對這種氣管學喔 倒背如的 從A到A加地球是平的 然後卓越到什麼超凡 每一個都會背得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更厲害的是 他們對數字的管理 非常的誇張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次我們也是在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外商公司 那個外商公司就有一個 之前我們說的 天才型的總裁上去 那個才三十幾歲 就做到大中國去了一個總裁 結果他就說 使命必達 我給你多少數字 就要多少數字 那個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team 其實非常的難達到 已經年成長已經到了20% 但是呢他們的業績 那時候是300萬美金一年 結果後來結算的時候 298萬 差了1萬8而已 結果應該照道理講 他已經成長20% 一般正常人就說 喔好吧 那既然雖然差了一點 但是還是很辛苦啦 大家明年多多努力 以後明年要補回來這樣子 沒有 這位年輕的總裁 因為他就覺得說 數字目標 外商一定要達到 就把那12個人的team 全力被裁人全部翻 就因為那1萬8沒有打到 但是後來 那一群的人非常的生氣 跟非常的火大 然後呢 改投到那個敵營去 競爭對手去 就隔年把他打得非常散 是隔年 那位老闆自己主動被fire掉 不留後路給人家 完全數字管理 要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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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數字還有點人情虛固吧 人情虛固吧 那不是差10幾%吧 那是差一點 差一點 而且真的有成長 不是說往後倒退 對 恐怖齁 我會真的碰到了這種的老闆 我們有辦法對付 怎麼應付 最後我覺得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他既然喜歡搞這種 這個氣管理論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當然自己要有一些禁秀 我還是講一句話 我覺得應該 在現實當中 能夠實現理想 所謂現實當中實現理想 就是你必須要去接受這個現實 然後呢 從學習當中 能夠有所獲得 對 如果說你這個老闆 是這樣的人的話 你跟他從他身上 學點東西 我覺得也不錯 那所以因此 他既然愛看 愛看地球日平的套 A Plus 這種書的話 那你也多看一點 對你來說不是損失嗎 你就更能夠了解 更接近到他的想法 所以具體的作為就是 先制定工作時間表 第二個 是隨時的跟他回報工作進度 讓他更為放心 取得信任 是上司跟下屬相處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OK 好 再來 接下來要來看一下 第五種呢 是什麼 不切實際的類型 請問這個是 不切實際型呢 就是 他剛剛 對 雅美講也講到 他就是 他會描述一個 比如說他要求的廣告 就是看了以後 會讓人家很振奮 然後呢 會有一種 對未來的這種 充滿的希望 但是 或者是怎麼做 不具體 描述上面不具體 我覺得 是不是看了以後 會有一種 實現思考的 這樣一種反應 你覺得這是一種 什麼樣的描述 就這種描述 很模擬兩可 或者其實 很不清楚 這會讓下屬 在執行上 都會造成很好的 比如說有人要開什麼 什麼奧斯卡影藝學院 這種老闆 是不是不切實際 有夢最美啊 對啊 不過他做得還不錯 不切實際的老闆 怎麼應付 我覺得不切實際的老闆 只有把他的想法 變為實際 然後來詢問上司 就是我這樣子做 會不會比較接近你的想法 然後來不斷的修正 了解 你就是讓他的不切實際 轉為實際 了解 然後這個過程沒讓他知道 他不切實際 慢慢讓大家理解 再來 好 最後一種是 笑面虎類型 有遇過 有啊 之前我們遇過一個老闆 那個時候也是 因為他我的報價 說實話 那個時候真的爆錯 因為那個2000塊的一個成本 我把它算成1800 然後這樣幾萬量的量出去 結果那一攤的那個貨 整個公司大概虧損了 大概一兩百萬有 然後那時候 我被老闆叫進去 我說 哇 雖然你虧了 但是第一個 我們贏了這個客戶 因為這個客戶也是台X 滿有名的那個 台灣第一名的這個公司 第二個你坐進去 所以我們虧錢坐進去 沒關係啦 上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老闆聽你 老闆聽你 放心齁 其實你還是立大功 但那時候還跟我這樣講 我覺得欸 還滿開心的 回來 然後隔天上班的時候 我的桌子旁邊 就站了一個警衛 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那時候 在送我去那個門口的時候 我還趕快跑到這個 老闆的那個房間 欸 老闆老闆 你不是說要挺我嗎 這不對吧 你是不是弄錯了 然後後來說 老闆說 沒辦法 上面 就是要找一個人來 替代罪羔羊 覺得有一個人 要負責任 那不是你 難道是我嗎 然後說 那老闆你昨天跟我講說 沒問題還是立大功啊 欸 老闆有時候 也是不得意嘛 老闆上面還有老闆啊 然後最後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後來我這樣 側聽防衛以後 才知道 原來當天那時候 他們要叫說 一個人出來負責 那個時候他就交出了 Paul 叫Paul負責就對了 看Paul就沒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 人前跟你拍手 人後跟你插刀 這種老闆其實 我覺得是最沒有擔當的 笑面虎 你們有遇過這樣老闆嗎 在職場上其實 碰到這樣笑面虎的情形 像Paul這樣還滿多的 那我實際上就有類似這樣的案例 就是其實 這個案子其實已經快 成果已經差不多了 那這位主管他可能想說 欸 那他可以來接這個果實 等著來 就是來分紅就好了 但是其實後面在接觸的時候 他可能跟客戶不是那麼的熟悉 那最後訂單就Lost掉了 那他 他本來想說 欸 他本來想要來搶工的 但是最後他卻說 欸 這責任都是你做的 因為當 表示你的專注不準 因為當初你覺得 這個案子是你可以拿到的 對 然後但是他不會去想說 這到底發生了哪些問題 然後是 之前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功勞我不會跟你搶 都是你的 對 那可是私底下的時候 據同事就之前就有講過說 其實他早就已經在跟上面報告的時候說 這案子都是他去拿的 對 其實我覺得如果現在你在職場上面 你的同事還願意幫你 你真的是覺得要很lucky 對不對 那也不要被這樣的情緒給影響到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 就是雙重損失 為什麼一定要和樂相處 對不對 你先不要有這樣的期待嘛 那你就不會那麼失望 就個人把個人的事情做好 不要帶這種情緒 因為攻擊你一定 而且如果你是 你是這個 一個大的個案子 對不對 那大家站上別人 都把它認為說 自己要有個功勞 自己有功勞 那萬一這個個個案子 眼看要黃了 對不對 大家趕快逃難吧 對 很正常啊 蕭面虎類的老闆 是所有職場在做民調當中 最討厭的一個類型的主管 因為其他的人啊 就比較 你可以順著毛摸 可是這個人 你會弄不太清楚他 他到底是我的大哥 還是事實上是最後的兇手 就是那種 這個Paul說的 這個 人這個 當面手前手 背後下毒手 或者男孩寫書裡面講的 既然當面將我擁抱 又為何在背後插刀 不過我們今天呢 其實我們 當然要讓我們這個勞工期的朋友呢 更了解自己的自身的權利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些狀況劇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狀況劇 究竟合不合理呢 來 究竟在職場上 碰到二老闆 該怎麼處理呢 現在就讓我們 請沈玉玲 還有宋一鳴 來演一段狀況劇 直接來看看吧 昨年沒有加薪的宋小明 終於要跟經理談加薪了 而究竟她 會遇到什麼狀況呢 H 敬禮 敬禮 什麼東西啊 幹嘛你有事要講是吧 沒有了 我嚇一下 我剛剛以為我老婆來了 不是 對 上班時間你在睡覺 我怕你這樣睡多了 有老人痴呆症 叫你一下 對 你有什麼事啊 我有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 我在公司已經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當初你有跟我說 過一段時間的會幫我調整薪水 可是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3K 你來公司多久 算算不到5年吧 3K太少了吧 3K 差不多5年啊 對 而且你剛剛好像講錯了吧 應該是30K吧 30K 3K 在我的心中就是3K 當時你進來 我就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說你要表現夠優秀 你如果夠優秀的話 不用你開口 我就會幫你加薪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5年來 你還是最負責性 對不對 上班穿女彩妝 等天只會跟老婆上節目 對不對 不是不是 經理 你沒有幫我加薪就算 你幹嘛做人生攻擊呢 你不能說因為我比你帥 你就這樣講我 我跟你講 你比我帥老實講是還好而已 對 但是你也不要扯東扯西的 加不加薪我自然會有判斷 你不用來質疑我 你這樣太過分了 我跟你講 顯然你現在對你目前的工作 已經有瓶頸了 你遇到撞牆期 我跟你講 我處理這種員工處理多了 我就是幫你調個職務就好了 我跟你講 對 你要幫我調職務 哈囉 仁師傅 從下個月開始幫那個宋小明呢 調到這個我們清潔部 不是 對 沒錯 掃 廁所 紹 本 壽 經理 謝謝喔 OK 加油 哈哈哈 你這個連電話線都沒有 你要打他回去 你不曉得 他是手機造型的 室內電話嗎 OK OK 經理 他基本上就是一隻手機 他只是把他樣子做成這樣而已 不是 經理 不是 經理 你要叫我幹嘛 我就調職啊 你去清潔部上班啊 可是我覺得你這樣很過分喔 少廁所啊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要不然你不要幹啊 不要幹 對 你是要叫我滾 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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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蛋可以 你給我 資遣費 資遣費 嘿嘿 我早就料到了 沒有錯 就是要給你資遣費 我幫你算過了 你的資遣費就是多少呢 五千塊 蛤 五千塊 你以為我會給你兩萬五對不對 錯 一元只有一千塊 我跟你講 兩萬五是這樣子 一萬五呢 是你的交通津貼 另外那個五千塊呢 是你的這個物餐費 所以你真正的本薪只有五千 依照法律規定 我只需要支付你本薪作為資遣費 所以你就是五千塊 有你這樣沒有良心的老闆嗎 我真的 各位 你們覺得這樣子合理嗎 有這麼不要臉的老闆嗎 不講道理的老闆嗎 可以找邱律師 OK 謝謝 謝謝 謝謝